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转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这次的疗剂是印第安麻 拉丁名叫Apocynum Cannabinum 通常我会叫Apocynum 印第安麻 通常这个疗剂应用于一些水肿 尤其是心脏的水肿 因为心脏的毛病导致身体水肿 或者可能因为腎 也会出现严重的腹水 整个腹脏了 这种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要看到 就是因为心脏的毛病 或者心包的毛病 导致是水肿 四肢水肿 或者足果的水肿 重心就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它亦都是用在一些控酒的问题 控酒的人 加上人是有酒精的震 叫Delarian Trimmer 那种震震因为酒精的问题 亦都可以用在一些慢性的神弦 我叫Brice Deceaser 一种慢性的神弦 即逢你见到一些水肿的情况 尤其是这个水肿 是心脏方面的引发水肿 记住可以用印第安麻 印第安麻通常是用于丁剂 即它不是一个疗剂的稀释 它通常是用于丁剂方面的 通常用量都是5滴到10滴 13次混水喝 在我们的临床上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情况的水肿 那我们最好就要了解到 这个水肿应该是 跟哪个器官的衰退引致的 那它可能是因为血的问题 可能是身体组织问题 可能是免疫系统问题 可能是可莉蒙或者淋巴 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水肿 是出现某个器官的衰竭 那我们用疗剂 可以用不同的疗剂去处理 那譬如这个疗剂 是对心脏衰退 导致水肿 那这个是印第安麻 一个很好的疗剂 那也有一些是因为肝的问题 肝的毛病引致身体水肿 那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疗剂 叫做Cardius Mariana 那英文叫做Saint Mary Thistle 即是聖马利亚的细草 这个是和肝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因为肝引致的腹水 水肿 那我们的疗剂就可以 用Cardius Mariana Saint Mary Thistle 聖马利亚的细草 好 那如果你发现 可能因为淋巴引发的水肿 那我们的疗剂 就会用羊双鹿 Fytolec 这个是主要的疗剂 那如果你说 这个水肿是因为荷尔蒙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想一下 那个蜜鱼汁 Sipria 和Nedmir 那个盐 那个疗剂 OK 所以在我们的处理方面 我们最好 就要了解清楚 这个疗剂 就是这个水肿 是什么器官引致 什么器官的退化引致 好了 那这个疗剂 印第阿玛呢 还有一个关键的症状 就是冬天的 冬天的 冬天的天气是对它不好的 那叫Worse Cold Weather 就是冬天的时候 他人会差一点的 那所以这个疗剂 印第阿玛呢 是一个很好 就是在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遇到需要是可以用的 那但记住呢 通常我们这个疗剂 是用那种丁剂 就不是一个疗剂的 potency OK 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遇到的 相关的症状呢 可以找到这个 适当的疗剂 处理到的问题 OK 袁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约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